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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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点点栏目 我们一会儿用苹果7P的手机来测试一下实际屏蔽效果 我把这个旋钮打开 这是不可调节的功率旋钮 打开以后呢 就会巴射屏蔽信号 我们试一试 现在我没有开这个录音屏蔽器 所以说应该能够正常的做到我说话的声音 一会儿我打开以后呢 会有这个噪音 而且这个噪音呢 是因为是我们录制这个视频的手机 它也会受到这个信号的干扰 所以说它会产生噪音 而在实际的这个现场谈话当中呢 是没有这个声音的 它还是比较安静 我们把这个录音屏蔽打开 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会一直说话 如果能够听到我的声音呢 表示屏蔽效果不好 如果听不到呢 表示屏蔽效果不好 现在我打开这个录音屏蔽器 现在我已经打开了 屏蔽器 现在屏蔽器已经开始工作了 它会对这个声音进行干扰和压制 会让这个录音设备录不到我的声音 我们看到这个录音已经看到了 现在我把它关掉了 现在就关掉了 关掉这个录音屏蔽器 它能够是很清晰地录到它实话的声音 我们来看一看这个苹果GP手机 它的这个录音 实际录音的情况是怎么样 一会我打开以后呢 会有一个噪音 而且这个噪音呢 是因为是 我们录制这个视频的手机 它也会受到这个T2的干扰 所以说它会产生噪音 而在实际的这个现场盘化当中 是没有这个声音的 它还是比较安静 我们把这个录音屏蔽器打开 在这个过程中 我会一直说话 一直说话 如果能够听到我的声音呢 比较的录音屏蔽器不好 如果听不到呢 录音屏蔽器不好 现在我打开这个录音屏蔽器 现在就关掉了 关掉这个录音屏蔽器 它能够是很清晰的录到 录音屏蔽器 我们来看一看 这个苹果GP手机 它的这个录音 实际录音的情况是怎么样的 但是 这种录音屏蔽器 不一样的录音屏蔽器 这么简单 然后 录音屏蔽器 现在也在录音屏蔽器 然后 录音屏蔽器 也在录音屏蔽器 硕蔽了